分享一個小秘訣 你知道要怎麼樣把屁心帶樂的 想你的前奏木吉他彈的好聽嗎 同樣是木吉他 但是他彈的就會比一般 你在同彩之間聽到的 我相信應該都會好聽很多 其實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去感受鼓節奏的律動 他是 所以二四拍會比較重 一三拍其實也會重那麼一點點 但是就是一個正常的重量在那邊 反拍在這裡面會比較不重要一點點 但是你還是要稍微有一點音量 讓我們知道說聽到這邊有一個反拍 那邊有一個八分音符這個樣子 所以比起一般人在彈這首歌曲 他可能就會用比較平均的力道 在彈奏就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比較像機器人一點 比較沒有感情一點 對那這時候你再加入了一些 比較適當的輕重音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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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個音符不再只是音符 你還會感... 他是哪一個和弦? 喔!這一個! 你就會感受到他除了音符以外 他還帶有節奏律動 所以這就是他好聽的祕訣 就是他明明只有一把木吉他 但是他讓你感受到木吉他以外 聲音音符和弦以外更多的東西 那就是律動 掰掰 掰掰 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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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 你看